以赛亚书第七章 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 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日子 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以色列王比加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却不能把他攻陷 有人告诉大卫家说 亚兰已经在以法连里安营 王的心和人民的心就都震动 像林中的树被风摇动一样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 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 在上池的水沟尽头 就是在漂泊着田间的大路上 去迎接亚哈斯 对他说 你要谨慎 要镇定 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 所发的怒气而害怕 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亚兰 以法连和利玛利的儿子 舍恶谋要害你 说 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 扰乱他 把他攻占过来 归我们所有 又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做王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计谋必立不住 也不能成就 因为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力训 六十五年之内 以法连必定毁灭 不再成为一族之民 以法连的首都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 你们若不相信 就必定不得监力 耶和华又告诉亚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 或求险在深处 或求险在高处 但亚哈斯说 我不求 我不试探耶和华 以赛亚说 大卫家 你们要听 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 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 看哪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要给他起名叫以玛内利 到他晓得 弃恶则善的时候 他必吃乳酪和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晓得弃恶则善之先 你所畏惧的那两个王之地 早就被弃绝了 耶和华必使灾难的日子 连到你和你的人民 以及你的父家 自从以法连脱离犹大以来 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 就是亚述王的入侵 到那时 耶和华必发出哨声 把埃及河流尽头的苍蝇 和亚述地的疯子召来 他们都必飞来 落在荒谷中 岩石的血里 一切荆棘从中和所有的草场上 到那日 主必用大河那边租来的剃刀 就是亚述王 剃去你们的头发和脚上的毛 并且剃进你们的虎须 到那时 一个人只能养活一头母牛犊 和两只母绵羊 因为出的奶多 他就可以吃卤酪 境内剩下的人都要吃卤酪和蜂蜜 到那日 从前种一千棵葡萄树 价值一万一千四百克银子的地方 现在却成为荆棘和吉林生长之处 人到那里去 必须携带弓和箭 因为遍地都是荆棘和吉林 以前所有用锄头挖掘的山地 你因为惧怕荆棘和吉林都不敢上那里去 那里就成了放牛之地 羊群践踏之处